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了解了PHP中的这个正折表达式的这个介绍 好,这一课我们来看一下常用的几个关于正折表达式的这个PHP函数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大概做了两个分类 一个是用来匹配用的,一个是用来替换用的,对吧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正折表达式来匹配 它是我们想要的这种输入的文本 有时候我们是要匹配一段一大段文字中的某个特定的模式 我们把它替换出来 好,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个匹配的函数有哪些 我们只列举常用的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我们这个PHMatch这个函数 函数的话我打个个小过号 它的函数原型是接收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正折表达式 来,我要简单写一下 它的正折表达式呢,我们习惯性用Python 是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匹配的内容 然后第三个 它就是一个Match 第三个是可选的啊 就如果第三个参数我们不传 那也没事 如果传了我们就把匹配结果放到了这个Match这个里面 整个这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在这个content这个字符串中搜索与这个Python 这个给出的这个正折表达式相匹配的内容 如果提供了这个Match的参数 我们就把匹配的结果放到里面 如果传了这个Match 那如果匹配到了 它的这个Match下方形 这个0 下方形为0的这个 它就将包含于整个模式匹配的文本 如果它的 传了这个Match 它的下方形为1的话 它就将包含这个第一个捕获的 与过号内的模式单元所匹配的内容 好 我们可以以此内推 到时候举个实例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它只做一次匹配 注意 只做一次匹配啊 它最终返回0或者1的这个匹配结果数 我们 如果我们要做多次匹配的话 我们有个Match all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了解啊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要匹配这个动弹文本 这个文本串 我们看一下代码 来我们的t1.php 好 我们打开了 那我来宽一点 按我们这个content是个字幕串对吧 但是里面包含有个日期 然后 我们后面就有两个if 两个if里面我们都使用了这个 pihmatch 来做一个匹配 然后匹配 我们看第一个正子表示 像个什么 像一个月日年 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吧 还有一个上午下午的这个操作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正子表示 这个斜杠搞错了 我们修改一下 反斜杠D才表示这个 对吧 表示这个数字 如果是斜杠的话 它是无效的 而这个换行符的话 我们习惯用 最好建议大家用这个php eol这个 常量 来 我们这里都修改一下 好 这里一样的 用php eol 这样跨平台就没有任何问题 好 我们执行一下 看 刚开始 爆了一个warning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试制这个时区 这个我们不管它 我们看我们匹配的 匹配到的那个内容 匹配的时间 15年2月13 当前日期 当前时间 对吧 我们看我们正子的表格式 首先 四位数字 然后横杠 两位数字 横杠 再两位数字 这就匹配到我们的月日年 是吧 然后紧接着中间有个空格 然后再是两个数字 冒号两个数字 就是 十分 好 这个 ap 就是上午下午 对吧 就 刚好我们这里有个a的话 它就表示上午 好 刚才我们打印出来这个0 我们刚才也有了解到 下标为0 是包含 与整个模式 匹配的文本 好 看我们这里 第二个正式表示 你看 这个匹配的是我们的这个十分 然后 它的下标为1 就是第一个捕获于过号中的模式匹配的这个内容 我们再指寻一下看一下 那 那 比如说日期 那 时间 第一个是这个 对吧 然后才是这个 这个 这个过号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pip match函数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常用的匹配函数 直接就押一句 这个函数 或者是 ergi 这个 这个函数 只是在上面 这个函数上面 它只是不忽略这个 它只是不区分这个大小写啊 它与这上面的这个pihmat函数有点类似 但是 这个函数 返回的是一个不好值 表明成功 是否成功 匹配到这个 真的比较大事 来 我们直接看 这个 实力 我们 t out 首先 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用户名 对吧 有个 fine name 这两个变量 然后我们首先匹配这个 fine name的时候 我们匹配是不是一个 路径 看到里面我们有这个斜杠 是吧 然后后面 我们匹配这个用户名的时候 我们也写了这样一些 但是其实 用户名的话 可能是 a到c之类的 我们改一下 就假如说 我们只能输入 对吧 只能是字母 如果不匹配 它就 bad user 但是我们上面 它是因为是个server 对吧 我们执行一下 你看 它输出来了 by的fine name 但是并没有 我们这个用户名 我们把这个用户名打出来 我们首先看我们的用户名是什么 它并没有输出这个 说明 这个用户名 跟我们的这个字母 相匹配了 是吧 来我们执行 没有输出 它是个空的 那么这样 我们给它改一个 好吧 这里 来 咨询 用户名 理说明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这里面没有匹配数字 是吧 来 我们加两个 三个数字 它还是当做这个字母串来操作了 我们检查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放前头 来 折行 好 是因为这个啊 是因为我们这里面不是用的echo 而是用的die 来 我们把它改掉 它在这里就结束这个进程了 对吧 来 再做行 看 它的用户 出来了 对吧 因为我们只匹配这个字母的这个用名 而当我们里面包含数字的时候 它就出不来了 就匹配失败了 好 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几个匹配函数 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这个替换函数 替换函数 有这个eregreplace 也有我们的这个er eregreplace 好 这个 带有这个小小字母爱的 它就是一个noid 这个忽略大小写的 大小写的这么一个操作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的这个圆形 它圆形是这样的 首先 里面也是一样pattern 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replacement 就是我们替换成什么字母串 对吧 然后紧接着 再是我们的这个死菌 就是说 我们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在这个死菌字母串中 搜索与这个模式匹配的这个内容 并且 将匹配的结果替换成我们这个replacement 好 当我们这个模式中 包含模式单元 或者是子模式的时候 这个replace replacement 这个替换我们可以用类似于 反斜杠1或者是$1这样的表示 与它这个对应的这个子模式匹配的 这个结果 好 我们看一个实例 来 我们第三 看 首先 我们获取到这个t2里面的内容 对吧 然后着行 看 它是把里面的这个什么给改掉了 我们这里又发现一个问题 当时 我们应该是把这些都给替换掉 就是把注释啊 换换虎啊 都给改掉 对吧 然后再输出来 来我们看一下 t2 t2 t2里面我们有注释吧 一个是用户名 一个是文件 这两个 对吧 好 我们准确一下 看 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吧 这几个注释不见了 对不对 就像在本来这个lens是左行 一行一行的内容 来 我们把这个lens放这里 然后把最后的输出给注掉啊 我们也加个换行吧 注意这里有个 它有个下表 多了i啊 来 我们每一个 我们都输出一下 然后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 replace 是吧 afterreplace 就是把每一行 先把读到内容输出来 然后把替换之后的结果输出来 来我们执行 我们看上面这个好像没多少变化 对吧 我们找有注释的那两行啊 看这里 那本来这一行是带有用户名的 替换完之后就没有了 对吧 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在这个 这一行的内容中 我们找到与这个模式匹配的 这个结果 这样替换成空了 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注释给去掉了 好 我们这里用的是忽略大小写的这个版本 来我们还有个函数 就跟上面这个配对的 有个pih repressment 然后它的原型是这样 有点类似这个 来我们先把这个copy过来 接 pih repress 对吧 以后我们复制了 然后这里 它可以加一个这个 就是整数类型的这个limit 这么一个参数 它比之前的这个eih repress 这个功能更强大 我们这个pih repress 因为它在这里面 前面三个函数 三个参数 这前面 这里面的三个参数 全部可以使用数组 而第四个参数 它可以用来设置替换的次数 如果不设置 默认就是全部替换 来我们看一个实例 我们看第四 首先 我们看 我们的实距 然后 这是我们的模式 对吧 然后紧接着 是我们要替换的内容 我们就把这个自主创 里面的这个 name email address 替换成我们 想要输出的内容 是吧 来我们执行 看 email address 还有一个name 对吧 都替换成功了 来我们控制一下这个 在这个地方 把换行户输出来 这样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币压我们去掉 我们直接到 这控制台输出了 这样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把这个改成 echo 来我们执行 看 这样就清晰明朗了吗 是吧 名字 email address 但是我们也注意一点 这个模式是个数组的话 这个repress 可以是一个数组 也可以是一个字符串 如果是一个字符串的话 它就把所有匹配到的这个内容 全部用这个字符串替换了 而如果两个都是数组的话 它会一一对应起来 它下表为您的这个模式 替换它下表为您的这个字符串 来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repressment叫做 我就直接换成 礼仪 好吧 这个 也住掉吧 清晰一点 好吧 来我们现在执行 看看是不是输出 念 礼仪 email 礼仪 adjust 礼仪 好吧 执行 看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pihrepressment repressment 这个函数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好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 感谢观看